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牧人清草地 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到了四世纪的十九章 不知道各位看了四世纪到现在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种感到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的感觉呢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到四世纪的 前一卷书 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 记得约书亚在事件聚集以色列民 尊尊教会 说到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当代的以色列民回应 我们必定遵守这个法律 但经由时间的推移 神借由世师引导 却看到以色列民对信仰的坚持 一代不如一代 甚至连世师参孙都不再分别为圣 后来我们看到许多道德沦丧的行为 就像今天的经文 又再次揭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一个立位人他娶了一个妾 那这个妾呢 他又犯了奸淫的罪 回到了伯利恒自己的傅家中 身为立位人的先生 过了四个月之后 回到岳父家中 要将这个妾领回 这个老丈人呢 未留了数天 畅谈圣欢 直到第五天日头平息的时候 才要展开归途 那因为不愿意住在外邦人 不节之地的耶布什这个地方 转而进入了变亚敏支派的领地 基比亚 那我们认为这个自己粮食皆具备 在同为以色列人的大街上过夜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在此他也巧遇了 在此的同乡 以法联的同乡 告诫他说 不可以在街上过夜 而收留他在自己的家中 那在当晚发生的事 留下了一个伏笔 果然 当夜这些基比亚人围住了房子 要房主交出立位人与他苟合 经过交涉 立位人的妻子 成为这事件当中的牺牲品 经过整夜的轮暴 最后扑倒在地 立位人看到这个状况 他其实只淡淡地将它 驮在驴子上 回到了家中 然后竟然用刀 将这个妻分成了十二块 差人传给了十二个支派 经上记着说 凡看见的都说 从以色列出埃及地 直到今日 这样的事没有行过 也没有见过 可见 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离奇 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故事的每一个人 都是不合神所心意的 先看看这对立位人夫妻 这位立位人他娶的是妾 他并不符合上帝 一夫一妻的旨意 而这个妾 也与别人犯了奸淫的罪 按照犹太的律法 应该要被制死才对 身为最了解 律例典章的立位人 却在这个时候 姑息了四个月 竟然选择前往伯利横 要将这个妾领回 显示这个立位人 并没有太重视上帝的规范 而老丈人 他对于立位人 三番两次的胃流 饮酒畅谈 他明知道 深夜在外不安全 但是立位人 他仍然到了第五日 日落平息之后 才愿意起身 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们都没有太在意 自己的妻子跟女儿的感受 那我更可以给说 这位立位人 其实从头到尾 其实是爱自己更胜过一切 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他从他不愿意进入外邦人的城市 耶布斯 就可以知道 他只注重表面上的圣洁 其实事实证明 当立位人选择到了 变雅敏之派的城市 基比亚过夜 其实也没有比较好 这位基比亚的同乡 这个老人 款待他们入住 但是到了匪徒 要围住房子的时候 这位年长同乡说的话 其实让人真的是感到不可思议 为了自己跟立位人的安危 竟然要将自己的女儿 跟立位人的妻 推出去成为牺牲品 而在立位人自己的妾 惨遭彻夜的轮暴 奄奄一息之后 他仍然只想到自己 在某些圣经的译本当中 甚至藉由描述 他提到说 这个妻子在当时尚未死透之前 他只是冷冷的说 起来回家吧 然后就将他带回家 分解成12块 这些做法 其实不是为了他妻子 他只是为了让立位人 他自己在以色列人面前 意图能够在基比亚 受到的冤屈 这真是一个 让人感到很难过的一个世代 好像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奇怪了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些景况的时候 我们会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人如此 伤害我们身边的人呢 但说实在 或许我们不知不觉 也在这样伤害我们所爱的人 平时我们就像立位人知道 如何谨守主日 守上帝的律法 我们不进入外邦人的城市当中 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 例如我们工作出了问题 家人生病了 弟兄姐妹 面对这些问题 你是否一样会指向到自己呢 信仰总是被放在后面的档次 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说 爱父母胜过爱于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胜爱过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她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乍听之下是很不公平 但是这个经文是在告诉我们 若我们没有把父母 儿女 一并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从她 他们的结局过后 这个世代 那些不信者一样 他们都是在流黄糊糊痛苦中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爱神 爱人 一生只将上帝真实地摆在首位 从一位只顾自己自私的人 转为只为主活的使徒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 我们感谢你 求主帮助我 我们现在就分别为圣 每时每刻都只渴望 足你的律例典章 而不是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 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 都是奉祝你的名来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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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